那么首先是改编震惊全球的真实事件 在2018年砍成影展上面 极具有争议性的女权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太阳之女》 它的故事内容在讲述 法国战地记者叫做马蒂德 他被派到伊拉克战地 要报导库德族女兵团 在逃离信奴监狱之后 他们自立自强 甚至组成了团体 对抗恐怖分子的故事 在报导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跟这个团长叫做巴哈 他建立了一段很深厚的友情 可是问题来了 有一天恐怖分子就绑架了巴哈的独子 准备要把他训练成为 恐怖自杀队的成员一份子 所以巴哈他决定了 他不行一切代价 就是为了把儿子给救回来 那当时这部电影 不仅是引起了欧美影界的 正反大论战 那事实上就连着 坎城影展评审团主席的凯特布兰奇 他都亲自要帮这部电影 要背书力挺一下 他把这MeToo的议题 带向了新一波的讨论 也让《太阳之女》 这部电影获得外界更多的关注 《太阳之女》 这个月inha入осто of 妈妈 concrete 当时我们在身材的灾cies convinced 我یں留心 我要河竹之女 在做出生的地方 我可以找到 матери 你做了什么? 我会被你做了 你需要吗? 你不需要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